那接着我们要继续来看的 第四个问题 就是计税成本的核算方法 因为前面我们说了 要去对这个成本费用分析的时候 分清楚期间费用和计税成本 计税成本确定了 要进一步去分析 这是已销的开发产品 还是未销开发产品 它的计税成本 所以的话呢 计税成本的确定 它对我们后续去计算 有多少已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 它能转为费用 为税前去扣除呢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计税成本确定很重要 怎么确定呢 第一个来说一说 计税成本对象 它的确定原则 所以先要明确 什么叫成本对象呢 看好了 是指为了规及和分配 开发产品的开发 建造过程中的各项耗费 而确定的费用承担项目 也就是说 咱们在开发这些 开发产品的过程中 在建造的过程中 肯定有各种耗费 那这个耗费到底由谁去承 承担呢 这也就是所谓的成本对象 说本是哪个对象 来承担着这种成本呢 承担着这种耗费呢 所以我们要学会去 确定成本对象 那成本对象的确定原则 有五个 这五个我们会建议 大家最好能记住 我们先呢 来给大家大概说一说 有个印象 第一个叫什么呢 可否销售的原则 那你想一想 这些开发产品 有的能销售 有的不能销售 所以他们是不是成本会不一样啊 所以要分别以这种呢 不同的对象 来作为呢 规及费用的承担项目 你以为能不能销售 成本不一样 所以要去区分 来作为对象进行规及 第二就是功能区分原则 同样的道理 不同的开发产品 功能不一样 那你想一想 成本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所以当然得要分别 去进行规及了 然后第三个是定价差异原则 定价有差异 那必然是由于这种成本差异呢 所引起的 所以你想 比如说普通的商品房 和这高档的别墅 那它定价是有差异的 成本是有差异的 是不是得分别作为成本对象 去规及这成本呢 好的 接着第四个叫成本差异原则 直接说了 这些不同的开发产品 成本有差异 那既然有差异 是不是得分别作为对象 去规及它相应的成本呢 那接着第五项叫 权益区分原则 什么叫权益区分原则呢 就是你这个开发项目 是企业自己作为一个主体呢 独立的去承担建设的呢 还是你受到其他企业的委托 从而受托待见的呢 还是你跟其他方去合作 共同开发的呢 那你想这开发项目 是帮别人待见的 还是自己见的 还是跟多方合作去见的 那么是不是权益是不一样的呀 那你想权益不一样 那相应的 这成本也不一样啊 所以是分别得作为这个成本对象 去规及这成本去核算呢 所以这叫权益区分的原则 意思是权益不同 成本确定的方法 也不同得分别作为对象 来进行成本核算 这就是成本对象 来确认的基本的原则 这五个我们建议大家记住 但是因为没有什么规律 所以我呢 编了一个口诀 叫销能定全成 销是什么 就是销售呗 能就是这里的功能区分呗 然后定就是定价差异 权呢 就是权以区分 而成呢 其实指的是成本差异原则 那么这句话 赋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销售对一个企业特别的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能够确定它的全成 也就是说销售对企业太重要了 你销售的好不好 整体决定了你企业的成败 所以叫销能定全成 这是这个口诀的意思哈 希望能记住 那这就是一个呢 小小的记性的知识点 知道就行 那接着我们进一步 讲第二个就是 开发产品 它计税成本支出的内容 说白了就是 哪些支出要放到 这计税成本当中去呢 来看好 第一个是土地征用费 其拆迁补偿费 那么这里很明显 咱做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我要开发房产项目 首先得干嘛 买地 那买地得掏钱呢 所以这土地征用费 这拆迁补偿费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种 必要的支出啊 所以当然要放到 计税成本区咯 那具体来说 它包括哪些 要有个印象 包括土地买价 或者是出让金 其实就是买这地的钱 包括承受这地的汽水 如果占用耕地 会有耕地占用水 然后呢 会有土地的使用费 会涉及土地闲置费等等 所以这些钱都可以理解为 是我为了承受这块地 而所付出的合理必要的代价 那当然要放到 计税成本当中去 好那有了这块地了 要干嘛 是不是就要开始进行呢 一系列的开发 那么我们就会发生 第二项费用叫做 前期工程费 前期工程费 就是这个项目 正式开始建设之前 做了一些准备性的工作 比如说水文地质勘探 测绘可行性研究等等 这些费用 所以进行正式开发之前 发生的系列的必要的支出 要放到计税成本去 再来第三个是 建筑安装工程费 那么地也拿着了 前期的这些工程呢 该做也做完了 所以接着 是不是可以进行建筑和安装了呀 需要建筑安装的工程费 那第四个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备 这毫无疑问 我们得建设基础设施啊 是不是 所以基础设施建设费 包括比如说 项目内的这种道路啊 供水 供电 供气 照明 环境卫生 园林 绿化等等 那这些费用 肯定呢 也是必要的支出 肯定构成我们这成本对象呢 计税成本的有机组成部分 那接着第五项是 公共配套设施费 公共配套设施 我们前面有给大家提过 在哪里讲过呢 是不是在讲 基本配套设施 就有提到过呀 那当时就讲到了 如果是开发项目内发生的 独立的 强调非盈利性 并且产权属于权利业主的 以及呢 无偿赠予地方政府 政府公用事业单位的 这样子的基本配套设施 那么他们就作为 公共配套设施来进行处理 而公共配套设施 我前面就说到了 那么它相应的成本费用呢 其实是可以去扣除的 原因就在这 因为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成本对象 它的合理的计税成本 那既然是放计税成本 随着那个产品 它可受面积的销售 是不是对应有了收入 它相应的成本费用 就能去做扣除啊 就这个意思啊 另外其实我们也还讲了一个什么呢 说如果利用地下基础设施 建成的那停车场 也是作为呢 公共配套设施来处理的 那么这种公共配套设施 我们要建造它发生的支出 就叫公共配套设施费合理的 所以它是放到计税成本当中去 好第六个呢 是开发间接费 也就是开发过程中呢 所发生的一些间接的 归属于成本对象的 这样的一些支出 比如说折旧费 修理费 办公费 水电费等等 这种是间接费 那肯定也得往计税成本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先要知道的 这计税成本它涵盖的内容 也就是哪些支出往这成本去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的 就是成本计算方法 因为我们刚说了 这个计税成本呢 它涵盖哪些内容 我们是知道这个成本的组成 是不是 好那么接下来 具体到某一个成本对象 我们是不是要算出 这对应的成本对象 它的那成本呢 于是就讲一讲成本计算方法 来看好 说企业开发建造的开发产品呢 应当按照制造成本法 来进行计量与核算 什么叫制造成本法呢 顾名思义 通过制造出这个产品的成本 来进行规矩 来算出这产品 它的总成本 这就叫做制造成本法 能看懂吧 从字面理解就是 你制造出这产品 要花多少成本呢 把这些成本加总起来 就是这相应的 开发产品的成本 事实上 这个制造成本法 跟我们所讲的 普通工业企业生产出产品 那产品成本规矩是一样的 我们工业企业生产出这个产品 它成本是多少 无非就是制造出这产品 得花多少成本呢 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一加 不就行了吗 那这里的话 只是咱们这企业开发的是个什么样 房地产的项目 所以它生产的那产品呢 是一个开发产品 那同样的也是看 制造你要花多少代价呢 加起来就行 叫制造成本法 这个是考过的 要清楚啊 好 那么它的基本原理 刚刚我们说 工业企业生产出产品 它的成本就是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都要考虑 直接成本肯定是直接记的 间接成本呢 往往是需要分配去记的 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表述上稍身有点区别 第一个说 直接成本 和能分得清楚 对象的间接成本 直接去记 你注意看 虽然是有间接成本 但有的间接成本 分得清对象 知道哪个对象去 去分摊这个成本的 那么你可以直接呢 就把这个直接成本 和能分清楚对象的间接成本 给到它对应的成本对象 就行了呀 这种就不需要分摊了 是不是 好 那接着呢 如果是共同成本 如果是不能分清楚 负担对象的间接成本呢 那这种情况 你共同成本 得要去分摊 还有一些间接成本 你直接分不清楚 这种负担的对象 你也得去进行分摊呢 所以你看能够直接去记入的 那就直接记 不能直接归属于某个对象的 咱就分摊记呀 是不是 所以还是跟我们普通工业 企业生产产品一样 能直接记的就直接记 实在不能直接记的 就分配记 那这种实在不能直接记的 得分配记 怎么分配才合理呢 第二个问题就说 怎么分配 看好了 说共同成本 和不能分清楚 负担对象的间接成本 应该按照 受益原则和配比的原则 分配至各成本对象 就说按什么原则分配呀 说你有这么多的一些 共同成本呢 一些分不清楚对象的 间接成本呢 你得分配给这些对象吧 怎么分配 按受益原则 按配比原则 去进行分配 这是合理的 具体的分配方法 那么我们往后去看一下 讲了这么四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土地的成本 那你想一想 这土地的成本 有好几个对象去规及 那么跟这土地成本 最直接相关的因素 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占地的面积 比如说 这是一块地 那么这块地里边 比如说有三个成本 核算的对象 分别是叫ABC 那么这土地的成本 由这ABC 这三个成本对象来分配 那么你想一想 怎么分配合适 是不是得看这三个对象 各自占了多大的低压 所以这是按 占地面积分配 这是跟土地成本 最匹配的一个要素 好 但是如果你还要结合 其他方法去分配的呢 那你要协商 请税务机关去同意 这是第一个 你一定是理解它 不要去死背它 接着第二个 单独作为 过渡性成本对象 核算的公共配套 设施开发成本 那么这里讲到 过渡性成本对象 这样的公共配套设施 说白了就是 公共配套设施 既然带着公共两个字 所以的话呢 它是大家所公共的 那意味着 各个成本的对象呢 其实都跟这个 公共配套设施有关系 所以这个公共配套设施 开发成本 你不能直接 归集给某一个对象 得大家一块去进行分摊 于是我们就会说呢 它要是一种 过渡性成本核算对象 因为呢 这种公共的配套设施 你先把它的开发成本呢 先归集到一块 然后呢 你既然是过渡性的 核算对象 跟大家都有关系 所以归集好了之后 是不是得分配给各个 成本对象才行啊 那么你怎么去分配 各个对象呢 就比如说 还是这块地上 有三个这个成本的对象 那我们去分土地成本 看占地面积就行 你分公共配套设施 开发成本 你能不能看占地的面积呢 你想一想 不能 为什么 就即便你ABC 这三个对象 你们占的面积 啊 占地的面积 如果是相同的话 你占地的面积相同 那你的整个的 这个项目的 这个支出就一定相同吗 当然不一定 比如说 A这个项目 它就建一层 B这个项目 建三十层 C那个项目 建一百层 你就会发现呢 那占地的面积 只是呢 你跟D接触的 那面积而已 那你里面的那建筑 它的层高啊 层数啊 都是不一样的呀 是不是 所以的话 你再去分摊 那个公共配套设施的 开发成本呢 你肯定是按照 你每个项目的 这个规模 每个项目的 这种建筑的情形 去进行分摊 所以我们说 你不能看占地面积了 得看什么样 建筑面积去分摊 因为建筑面积越大 那是不是意味着 说你要分摊的 或者跟你有关系的 这种公共配套设施的 成本也会更多一些啊 因为这公共配套设施 那是我们实打实 建造出来的 所以的话 这个成本 它当然是跟建造 有关系的 所以的话呢 你们这每一个对象 到底分摊多少 我就看你们自己的 建筑面积是多少 你建筑面积越大 那你应该摊 这公共配套设施 开发成本 也就越多 你懂了吧 好那第三个 就是借款费用的分摊 如果它是属于 不同成本对象 共同负担的 比如说ABC 这三个对象 共同负担了 一个借款费用 那么应该怎么样 去进行分配呢 那你想一想 这个借款费用 它是跟筹资有关系的 对吧 筹资了 才会有借款费用 跟筹资有关系 那你想一想 怎么样的一个指标 能反映出 你这个对象的筹资呢 是不是要看 你这个项目 或者你这个对象 的规模呀 因为一般来讲 规模越大 是不是意味着说 它筹资的金额就越多 应该承担的利息 就会越多呀 于是我们说 就是按照呢 直接成本法 或者预算造价法 进行分配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借款费用 是跟筹资有关 筹资的话 那么就是要看一看 你这个项目 到底有多大的规模 你规模越大 往往需要资金越多 筹资越多 利息就应该 分摊的越多 那你这个项目的规模 怎么去体现出来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直接成本法 哎 看你的直接成本 有多少 直接成本越多 往往规模就越大 或者直接看预算造价 就看你的预算造价 预算造价 一般来说越多 规模也就越大呀 是不是 所以这种直接成本 还有这里的 预算造价 说白了 它能反映出来 这个项目的规模 所以规模就决定着 它能筹多少资 那么就决定着 它要担多少的借款费用 看清楚了吧 所以这里一二三 我都尽量的去解释了 再说一遍 土地成本 看占地面积 如果是这种公共配套设施 开发成本 看的是建筑面积 如果是借款费用 看的是直接成本 或者预算造价 这种呢 是找到 跟这个成本支出 最相关的一个因素呢 来进行分配 而第四个说 其他的成本项目的分配方法呢 企业自行来确定 也就按照这种呢 刚刚所提到的 受益原则 配比原则 去进行分配 那就行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道题目啊 也是以前考过的真题 说单选 单简单啊 根据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房地产企业应该按照合理方法 去分配成本 其中单独作为过渡性成本 对象来核算的 公共配套设施开发成本 它的分配方法是 那么是公共配套设施开发成本 最相关的是什么呀 是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越大的这对象呢 意味着你该摊的那个 公共配套设施开发成本就越多 怎么盯着的是建筑面积法 所以答案选的是B 看清楚了吧 所以盯着的是建筑的面积 还不再是那什么土地的面积 一定的是我们的建筑面积 所以答案选B 这题就讲完了 那接着我们继续看的是第四个了 就是非货币性方式 取得土地使用权成本的确定 什么意思呢 也就一般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企业要取得一块地的话 得干嘛呀 得花钱去买 对吧 所以是掏钱去买土地使用权 但这里说的是呢 咱并不是掏钱去买的 而是以非货币性的方式 去取得这土地的 那具体来说 比如说A 那么他现在需要一块地 它呢是以非货币性的方式 跟B去交换来的 相当于B呢 就把这块土地呢 换给了A 而A给出B的对价不是钱 而是非货币性的这对价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 这种情况之下 A取得了这块地 应该怎么确定它的成本呢 那我们说要看看 你A支付出去的 或者你承受的 那个非货币性的对价是什么 所以大家看 第一种情况就是呢 拿着开发产品 去换土地使用权 什么意思 意味着我们呢 给到这个B的对价 就是开发产品 那你想一想 做一个房地产的企业 那么我们的最主要的业务 就是卖开发产品呢 所以你拿开发产品 去换这块地的话 咱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这么看看 相当于我把这开发产品 先卖掉了 换成钱了 然后再去买这块地啊 对吧 所以把开发产品 卖掉换成钱了 再去买这块地 那么这里可不就是 咱们所说的 适同销售吗 对吧 因为你虽然是 拿着产品 直接换这地的 但其实蕴含着 先卖再买的这过程 所以它的基本原则 就是按照 适同销售 来进行处理 那我想问一下 你把这开发产品 卖出去换成钱 即立马就买了这块地 所以你适同销售的 那个收入是不是就相当于是那块地的成本呢 那假设没有税费 没有补价这些的话 那我把产品卖出去 有钱了 拿着钱立马买了这块地吗 所以那块地的成本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开发产品 卖出去的收入啊 但假设说没有税费和补价这些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卖出去产品取得收入 拿收入就立马买了一块地 所以那块地它的成本当然就相当于是开发产品的收入 好 那么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 我们就来看这个开发产品换土地使用权具体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拿的是本土地的开发产品来去呢 跟对方去换这块地的 拿着本土地 比如这里A呢 从B那换了一块地 这个换进来一块地呢 我们教材上表述为叫接受了这土地的投资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所说的接受投资方 就是图当中的这个A 也就是呢 换入了土地的这一方啊 好 那么对于A来讲 本来我们是先卖开发产品换成钱了 然后再买这块地 但现在你想一想啊 咱们是呢 拿着这块地上的开发产品 去跟人家换这个土地啊 那你想一想 是不是得先取得土地 我们才能开发 才能有开发产品 才能去给人家呢 去分这开发产品呢 是不是 所以很明显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先拿到地 我前面说了 这块地 它的金额不就相当于我开发产品 卖出去的收入吗 所以这块地我们先拿到了 相当于我收入对应的对价 先拿到了呀 所以我拿到这块地了 或者叫接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 不就相当于是我预收了这个款项吗 是不是预收这个款项 因为我正常是先卖了那块地 换了钱 卖了那个产品 换了钱 然后呢 再去买进来这块地 那么这块地 我们说它的成本 就相当于我产品卖出去的收入 可现在我先拿到地 再把产品卖出去 相当于是我把收入对应的款项 先预收了 既然是预收 所以你接受这土地使用权 相当于预收了这个产品销售的 收入的金额 于是它是暂时怎么样 暂时是不能去确认的 所以也就是说 站在这里的接受投资方A的角度 拿到这块地相当于是 这个开发产品预收的收入 提前呢 我们收到钱了 那提前收到了 这个时候你的产品都没卖出去呢 肯定不能去做收入 所以我们说站在A的角度 如果从卖开发产品角度去说 叫不能确认收入 但从接受土地投资这个角度来说 不就是不能确认土地的成本吗 因为土地成本就是那个开发产品的收入啊 所以你暂时不能确认 只是一种呢 预收 什么时候能做收入了 那就是那个开发产品已经呢 发出去了 所以等到什么时候呢 首次发出开发产品的时候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拿到那块地相当于预收贷款项 不能去做收入 那么不能做收入 当然就是这块地呢 不能去做成本 那我们一定是开发产品发出去了 才可以去呢 确认这收入 也就确认这土地的成本 好 接着 再来看的是 第二种情况 就是呢 如果拿其他土地的开发产品去 跟人家换这块地呢 如果拿这其他土地上的开发产品去换 那这个其他土地的开发产品 一般是已经存在的呀 已经存在着的 咱给到币 换了币的这块地 不就相当于 我把其他土地上的开发产品 卖出去换成钱 立马买了这块地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交易发生了这个时候 就可以去确认收入了 因为交易发生意味着呢 我的开发产品也给他了 他的地也给我了 意味着产品也卖出去了 地也买回来了 那当然呢 我们在这个投资交易发生的时候 那是不是作为我们 这里接受土地的这一方 要确认收入 同时也要确认这个土地的成本呢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是什么时候去确认 那接着这两种情况要明确的是 确认的金额 我刚刚有提到 说如果 不考虑这些税费 不考虑这些补价 那么这土地它成本的确定 就取决于什么样 那个开发产品 它的供允的价值 因为你卖出去按供允卖嘛 所以你卖出去值多少钱 就我们呢 相应的就换进来多少钱的一块地 所以如果没有补价 没有税费 那这块地的成本 就是那个产品 它的供允价值 所以就是分出去的产品 它的供允价值 或者应付这个产品 它的供允价值 以这个为基础确定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土地在取得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土地使用权转移的税费 那这个也是往成本去的 也有可能说呢 咱拿着这个开发产品 去换人家土地 那这个我们付出去的 开发产品的供允价值 和那土地之间的差额呢 土地之间的供允价值呢 它会有一些差额 所以有一些差额的话 就会涉及到补价 那补价的话怎么办 把它进行调整呗 如果说 咱取得这块地 并且咱支付了补价 那就把应该支付的补价呢 加上去 因为这成本更多了 如果咱取得这块地 并收到补价呢 那收到补价肯定要减去 意味着呢 这块地的成本没那么多 能理解吧 所以这里就是要 跟大家说清楚的是 拿开发产品 去换土地使用权 相当于卖开发产品 再买这土地使用权 所以我们确认收入的话 要看看 拿本土地开发产品 去换那土地使用权的话 我们拿到土地那叫预收款案 所以那会是不能够去呢 确认那土地成本的 等到开发产品发出去 才能确认土地成本 那这其他的土地上的开发产品 去换土地使用权呢 这个就直接是卖了 开发产品 买了土地 所以交易发生时候 就可以确认收入 而这个土地成本的确认金额 完全取决于 付出去的那产品 它的供允的价值 在这个基础之上 考虑补价调整 考虑相关的税费就行了呀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 接着再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股权换取土地权 股权换取土地权 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呢 这里的B呀 它给A呢 投资了一块土地 那投资一块土地 它取得到的这种代价 是什么呢 它取得到的这种代价 就是呢 A给了B它的股权 那么其实 A拿着股权换B的 土地使用权 不就是A接受了 B的土地的投资吗 是不是 这B把土地给A了 A就把自己股权给B了呀 所以不就是A接受B 这样一个土地使用权的投资吗 就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的话呢 那我们作为 接受投资的这一方 这就是真正的 接受投资了 A这一方 其实也叫换入土地这一方 但这里的换得打个引号了 事实上就是一种投资了 是不是 所以接受了土地投资的这一方 在投资交易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确认这块地 它的这个成本了呀 那么这成本金额看好了 是按照土地使用权的公寓价值 以它为基础来进行确定 就是说 咱接受了这土地使用权的投资 那这块地值多少钱呢 看你这块地的公寓价值 然后呢 也是要考虑呢 土地使用权转移的税费 也是要考虑补价 应该支付的就加上 应该收到的就减去 看明白了吧 所以的话 前面拿开发产品去换土地 相当于卖开发产品 买土地 土地它的这个成本 取决于开发产品的公寓价值 那么后面说的是呢 股权换土地使用权 是接受土地使用权的投资 所以这块地 它的这个确认金额 或者成本金额 取决于它自己的公寓价值 当然都要考虑税费和补价 应该都清楚了啊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讲第五个项目 是说什么呢 说预提的情况 说除以下几项预提 或者应付费用之外 那么计税成本均应该为 实际发生的成本 意思就是 咱们去确定这成本对象 它的计税成本的时候 一般来讲 是不是都强调实事求是 强调实际发生啊 对吧 所以一般情况之下 你不要想着去预提 但是有三种情况是例外的 这三种情况之下 我们计税成本可以去呢 预提 就把这个预提的这部分费用 你放到计税成本当中 税法是认的 那么哪三种情况呢 第一个是 初包工程 为最终办理结算 而为取得全额发票的 那么在证明资料充分的前提之下 其发票不足的金额呢 可以去预提 但最高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百分之十 说什么呢 说咱这样的一个 房地产开发的这个项目 咱们是以初包的方式呢 去建造的 是请其他的 比如建筑公司帮咱去建造的 现在呢 因为没有办理完最终的结算 其我没有取得全额的发票 那没有取得全额发票 意味着发票呢 还有一部分金额呀 还不够 那不够 但其实这个初包工程 咱掏钱去建设的 那这个钱呢 咱是付出去了 比如说咱是付出了一千万 但是呢 我现在只拿到九百万的发票 因为还没有办理完最终的这个结算 所以的话呢 有九百万的这发票 咱们是有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还有一百万的这个金额 暂时付出去了 付出去了 但是呢 还没有拿到发票啊 所以这种支出 它的特征就是已经发生了 这暂时没有凭证而已 那么说 在证明资料充分的前提下 意味着呢 这个金额它没有作假 所以发票金额不足的 可以去预提 但这个预提呢 也不是没有限度的 说最高不能超过 合同总金额的百分之 比如说这里 合同总金额就是一千万 一千万的百分之 就是一百万 所以你如果发票的金额不足 那么你可以去预提 不足的金额 但是在这个例子中 它就不能超过一百万 比如这里呢 你发票金额只有九百万 还有一百万不足的 那我们可以预提 因为恰巧这一百万 它就是呢 合同总金额的百分之 对吧 但如果说你这个合同金额 还只有八百万 有两百万的金额不足呢 你也可以预提 但是预提的金额 最多是什么呀 不能超过合同总金额百分之 因为这里最多最低 最多最多去预提这一百万呢 去进行呢 这种呢 计税成本的计算 就这么一个意思哈 看清楚了吧 所以一般讲调 实际发生 这种特殊情况 可以去预提比例是 不能超过合同总金额百分之 再来看第二个 公共配套设施 尚未建造 或者是尚未完工 那么可以按照预算造价 合理去预提建造费用 说的是什么 公共配套设施 那么这个公共配套设施 你想一想 一般情况之下 是不是就应该正常的去建造啊 所以尽管现在还没建造 或者还没有完工 但是一般来讲 这种呢 配套设施是必须建造的 是这钱必须得掏出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按照预算 造价合理的呢 去预提这个建造费用 要注意的是 看好了 此类公共配套设施 必须符合 以再受访合同 协议或者广告模型中 明确承诺建造 并且呢 不可撤销 或者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必须配套建造的这条件 所以这里是进一步说明 我刚刚讲的 这种公共配套设施 尽管现在没有建或者没有建完成 但是呢 它是必须要建造的 这种必须建造的是呢 要么是合同中已经约好了 要么是在广告模型中 已经明确承诺了 说这个是铁定有的 比如铁定有一个体育馆 尽管现在还没有建好呢 但根据合同是必须有的 所以这个开发商是必须建造的 这钱是必须掏的 那么就可以呢 提前的按预算造价去预提 把这部分的金额呢 放到我们的寄税成本当中去 好那接着就是第三个 应向政府上缴 而尚未上缴的 报件报批费用 物业完善费 可以呢按规定去预提 那么这个地方你注意 这种报件报批费用 物业完善费 你向谁去缴啊 政府缴 那你想一想 你欠政府的这钱 该给政府的这钱 你能逃得了吗 逃不了 所以尽管你现在还没有缴 但这钱呢 你是肯定逃不掉的 是必须要去交的 那必须要交的 所以可以让你呢 预提一下 把它放到呢 这计税成本当中去 看清楚了吧 所以这就是三项 可以预提的费用 它能通过预提 放到我们计税成本当中去 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个很好的考点 我们来看21年这道题目啊 说单选题 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计税成本的税务处理 符合企业所得税 相关规定的是 A 单独建造 并且销售的停车场所 作为公共配套设施来进行处理 对吗 那么我们知道的是 单独建造并且销售 所以你尽管是个停车场所 又怎么样 你是对外销售的 说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 当然是个开发产品了 你怎么能做公共配套设施呢 咱们说了 你如果是以那个地下基础设施去建造的 那就做公共的配套设施 但你是单独建造并且要销售的 那就是开发产品 A 不正确 再看B 利用地下基础设施形成的停车场所 作为成本对象单独核算 刚刚我们回顾了 说可以吗 不行 作为公共的配套设施去进行核算 好 再来看C 公共配套设施尚未建成或者尚未完工的 可以按照预算造价来预提建造费用 这个对的了 我们说你确实呢 这个公共配套设施是必须去建造的 你不可能去撒谎的 所以这笔钱必须得掏 所以反正得掏 可以让你预提 第一是应该向政府上缴 但是尚未上缴的物业管理基金 应当按照应缴全额的50%计题 刚刚我们讲到预提的三种情况 只有第一种情况 讲到了那个发票不足金额 可以呢 按最高不超过那个合同金额的10% 去进行预提 只有那里讲到了一个10%的比例 后面讲的这两项 一个是公共配套设施 还没建成还没完工 可以预提的建造成本 一个是呢 应缴 但是还没有上缴政府的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物业管理基金等等 那么他也可以预提 但是有没有比例限制呢 没有 所以整个那三个可以预提的费用 只有一项涉及到比例 其他两项都没有 所以这里直接说 向政府上缴 但还没上缴的这个物业管理基金 按50%去计提对吗 当然不对 根本就没有这个比例 纯粹是瞎说的啊 所以这道题呢 那我们正确答案选的是 C这个选项呗 那这题就讲完了